好,我们下面要讲解的是 ES机群安装的介绍 那么ES机群怎么来安装呢 我们先看一下简易 那么机群安装介绍呢,我们首先 需要,机群安装很简单 只要在单节点 节点在同一个局域网 同一个网段内 就可以了名上 而且机群的名称要相同 ES机会自动发现其他节点 主要配置上有这一些 首先是咱们的master主节点的话 比如说咱们机群的名称是pdata 多个号是9100 那么主机的话呢 4个0,这里可以任意的定制 下面的话多个号,当然可以是一样的 也可以不一样 那么改完之后呢 配置完之后 启动三个ES节点 通过ES插进UnisticCityHead 可以查看机群的信息 好 我们下面呢 如果安装成功之后 效果是什么样指的呢 如果安装成功之后 这里呢就会标新号的指的是 也是机群里面的主节点 然后呢会显示 夜市集群的另外两台节点 那么这里呢 每一行显示的是一个夜市服务器 以及这个服务器里面 相应的收银库的一些信息 那么 这每一页呢 表示的是 这个每一个 夜市 夜市里面的 省库的信息 好 下面呢我们就能实际的进行一个 操作 那么其实呢 如果搭好之后 它这里呢 还有一个夜市集群的一个高可用 那么在夜市集群中 有一个 那么属于的是主节点 当这个主节点呢 淡期之后 剩下的两台夜市服务器 会选取一个作为主节点 好 下面呢我们再演示一下